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万十字架的证书 月亮稀休哭泣 黑暗吞噬晨曦 这世界的救助已失去 他被定时加上 宝血为我留下 你我走主都在他肩上 耶稣我们仰望于 吐出最后的气息 吐出最后气息 天堂将他撇起 神爱之被丢在黑暗里 就在坟墓里面 与死亡的对接 地狱的力量已被击溃 大地开始震动 石头已被弱走 他完全的爱战胜了一切 失望不够何在 我复活的君王 已将你往前打败 他被尊重直到永远 他被告知 他被告知 直到永远 他已复活到永远 我处活着 永远活着 祂被尊崇直到永远 祂被告知直到永远 祂已复活到永远 我主活着永远活着 大地开始震动 大地开始震动 是同意被挪走 祂完全得爱 掌声的一切 是我独够和在 我抚活的君王 已将你完全打开 祂被尊崇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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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被尊重 直到永远 祂被告知 直到永远 祂被尊重 直到永远 我祝完成 永远完成 我祂被尊重 直到永远 我祂被尊重 直到永远 祂被尊重 直到永远 祂被尊重 直到永远 可爱的一片如远 向这位内部的主来高唱哈利路亚 因为祂配的 因为祂配的 阿们 我们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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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严一心的神 我们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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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严一心的神 我们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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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严一心的神 我们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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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压力记得神 我们唱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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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压力记得神 至尊重直到永远 他被告知直到永远 他利路亚 到永远我主活着 永远活着 我们唱哈利路亚 他利路亚 到永远 他被告知直到永远 他利路亚 到永远我主活着 永远我主活着 永远我主活着 他利路亚 到永远我主活着 永遠化著 耶穌我們敬拜祢 耶穌我們讚美祢 你是那被殺的羔羊 主福祉祢活著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主我們敬拜祢 謝謝祢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救贖 主我們深信祢十字架的大耳 已經拆毀了心中 堅固一切的遺類 主我們深信祢在十字架上的大耳 已經拆毀了人和神中間 那隔斷的牆 主我們深信祢十字架的大耳 已經拆毀了人與人中間 那隔斷的牆 主我們向祢獻上感恩 主在早晨我們再次 將我們生命的主權 完全的交在祢的手中 主我們要說祢有完全的主權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讚美祢 我們敬拜祢 祢是我們生命的主 祢是我們的救主 主我們謝謝祢 祢配得一切的送贊 祢配得一切的榮耀 祢配得一切的愛戴 主我們謝謝祢 我們讚美祢 哈利路亞 將一切的送贊榮耀 淡淡的歸給祢 謝謝耶穌奉 奉靠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主席妹也請坐 今天早晨我盼望 從十路行傳的兩個教會 以及從以福守書 來思想和神心意的教會 因為教會的建造 主要是按照神的心意來建造 阿们 所以我們一起來看 十路行傳第二章 十路行傳第二章 第四十一節 四十一節這段聖經 這裡講到 彼得帶著其他的門徒 一起起來為耶穌做监督 那一天門徒就添了三千人 有三千人信了耶穌 我自己服侍主一段時間 二三十年 我就開始在更多的思想 從頭回顧 從頭去思想 我更喜歡去看 那些在服侍主很常的人 他們一生一世被主所使用 而且能夠影響聲遠的人 他們怎麼看待上帝的心意 他們怎麼按照神的經意在服侍 就是 我就看到 Jones Stott最近我喜歡看他的書 他的書裡面 豐富深邃 包容寬廣 他們在看很多不同意見的人 他們會用更寬廣的眼睛來看待 來欣賞 來祝福 他在這段聖經裡面說 這個第一批剛成立的教會 這三千人 是一個合神心意的教會 在這一批的三千人所建造 合神心意的教會裡面有四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 他們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這三千個人信主 這些使徒們就很忠心 把神的真理能夠教導他們 這裡所使徒的教訓 當然不是他們自己的 是因為他們跟隨耶穌三年 那耶穌所教導的 他們就傳遞給這些的 剛信主的門徒 所以合神心意的教會 一定是學習真理 遵守真理的教會 希望我們的教會 也是一個不斷學習真理 認真的來遵守真理的教會 恒心另外有一個台語的歡迎 叫做專無 意思就是他很專注 專注在學習真理 在遵守真理 那第二個這個教會 是一個彼此交界的教會 什麼叫彼此交接 台語的聖經翻作 逼觸高規 可是那個翻得不夠深入 不夠豐富 高規好像只是一些的來往交際 真正的交接 是代表著生命的交流 生命的交流 當時剛信主的人 他們事業 工作 生活都造會到一些困難 因為在整個社群裡頭 會被擺斥 會被拒絕 有的工作受影響 有的生意就減少 所以以至於有些人就失業 而有一些人 他生活比較豐富富有的人 他們會去變賣他的田產家業 然後分給個人來共同使用 所以新的人都會在一處 環物來公用 那當然這個不是一直以來 教會要延續的一個傳統 而是在當時的情況裡面 需要碰到環物公用的事 但是其實基督徒的彼此關懷是很需要的 你我特別要關心別人的需要 特別最近我們有三次很大的颱風 我自己的感覺不是科學的根據 我自己感覺好像整個地球受到大的影響 然後這些的天災會越來越大 你看從台東這次來的很大 然後再過來就影響到高雄 再過來就影響到花蓮跟宜蘭 這三個災害都很大 都是比我們過去幾十年的都來得大 所以基督徒在這當中要學習看到 哪裡有需要我們就應當去關懷 而且我覺得關懷應該成為基督徒的一個生命的特徵 學習給予 耶穌也告訴我們說 施比受更為有福 當我們把我們夠了 夠了這個夠了也不必太享受 其實我也感覺基督徒的生活 其實越來越簡單越舒服越好 但是當我們懂得把從神領受的恩典 會去分享的時候 你成為神透過你祝福的管道 各方面帶給人祝福 我們應該有這樣的心智 迦太書講到聖靈所結的果子 其中第一個就是仁愛 仁愛就是愛 你會愛別人 光愛別人 我們自己生命會得到很大的祝福 生命的成長就在於給予 在給予關懷 在遵行神的道理當中 你生命的豐富豐盛 就會在當中能夠彰顯出來 所以第一個和神之音的教會 這裡有兩個特征 第一個是它 是一個遵守真理的教會 第二個是一個它會彼此關懷的教會 第三個它是一個剝柄的教會 為什麼剝柄 也紀念耶穌的愛 耶穌的犧牲 基督徒的敬拜生活 領聖餐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透過領聖餐感受主的愛 分享主的愛 一起在主的愛裡面彼此交流 所以這是一個很美的敬拜 他們不但在聖殿在會堂敬拜 他們也在家中 所以代表在聖殿集體的敬拜 達到莊嚴樹木敬畏的效果 另外家中的小組 比較自由 比較沒有什麼程序的限制 會比較自由喜樂的釋放 所以 許多的小組放在教會 是有點可惜 如果能夠開放家庭 會讓人更有那個家的感覺 享受那個家的溫暖跟自由 我提過 在美國現在有一些 比較能夠吸引人的教會 不是因為他們的節目很酷 設備很多燈光五元六色 而是在裡面讓人家感受一種 愛溫暖 愛跟溫暖 所以我們社區可以做到 一千人的人次在這裡進出 因為他們有一個口號是很好的 愛快樂跟學習 愛快樂跟成長 在愛裡面大家彼此成長 對退休的人來講很重要 對要學習真理的人或者家庭主 都是很重要 讓人家感覺很有溫暖很愛 所以教會要營造 也不是故意 而是要活出一種喜樂 一種喜樂 一種成長的環境 讓人家來到教會感受到 從信息也好 讓人家感受到盼望 讓氣氛也好感受到喜樂 跟旁邊的弟兄姊妹帶個微笑 鼓勵一下 很高興跟你一起敬拜 Amen Amen 所以聖天特別提到說 他們存著歡喜誠實的心永患 存著歡喜誠實的心永患 我們地下室為什麼還弄呢 讓大家方便 其實你可以禮拜天 家裡也可以一起吃 那是為了當家有交易 所以不要只顧一家人下去 然後就不跟別人講話 左右聊一聊 看一看 嘿嘿嘿 很高興看到你 最近好嗎 基督徒要注意那個交接 交接 你就關心別人 有一天 當你需要的時候 輪到別人會關心你 Amen Amen 所以這裡有美好的傳奇 所以第一個教會 耶路撒腾教會 就像Jong Stoke所說的 第一個 它是一個學習真理遵守真理的教會 它是一個彼此關懷 彼此交界的教會 就是聖徒相通 第三個 它是一個波秉敬拜的教會 第四個它是一個禱告的教會 禱告讓人經歷神迹 所以當這個教會做得合一的時候 這幾天我特別在看 為什麼有一些的教會蒙受是神的祝福 是因為他們做得合乎神的心意 所以在剛才那段聖經裡頭也特別講到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嫁給他們 你希望你的事業蒙糊嗎 你不希望你的家裡快樂嗎 你走在上帝的心意裡面 主就將得救的人天天嫁給他們一樣 主將祝福天天加在你的身上 Amen Amen 很多屬靈的祝福是自然的 不是去求來的 而是神許願你 就好像你的兒女很乖巧 你喜悦祂 你不必祂求 你自然會給祂 你樂意下班回家 你就會順道買個東西要給祂 要祝福祂 讓祂快樂 然後你看到快樂 你也快樂 Amen Amen 第二教會我們講到安提阿的教會 十一章十九節 那些因屍體緩的事 召喚難世善的門徒 為什麼他們會召喚難 剛剛提到說 有一些人剛信了主 就受到四周的社團的推擠 排斥 抵擋 另外為什麼神容許患難領導 因為耶路撒冷教會 傳福音帶領很多人信主 有人相傳耶路撒冷當時 大概四五十萬個人口 但是有一半的人信耶穌 但是那些信耶穌的人 猶太人只向猶太人传福音 所以神容許逼迫患難临到 神容許他們遭受到患難 因為他們忘記 一按福音三章十六節所說的 神爱死人 神不只是愛猶太人 神不只是把应許给猶太人 神是把应許要给普世的人 全世界的人 所以他們遭患難世上的門徒 可是他們仍然沒有學會 他們不向別人講道 他們只向猶太人講 他還停在原來救我的觀念裡面 但是感謝主二十節 他說他們到了安提阿 也向西利尼人傳講主耶穌 他們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臘人傳講主耶穌 所以不但猶太人得救恩 這裡看到什麼人得救恩 希臘人也得救恩了 然後一起讀二十一節 主與他們同在 主與他們同在 弟兄姊妹 你我要保守神的同在 你有主的同在 你就得到祝福 你做得合一的時候 主與你同在 很多的祝福就自然就临到 恩典就临到 然後我們把領受的再分享出去 所以說主與他們同在 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祝福是自然發生的 好像前面我們講第二章那裡說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為什麼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因為他們遵守主的教訓 因為他們彼此交接 因為他們剝柄他們祈禱 弟兄姊妹 你我最少 你今天要把握到一個功課 學會一個功課 當你走在上帝的心意裡面 主一定喜悅你 主一定把祝福恩典 临到你的身上 阿们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就加給他們 主與他們同在 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所以有一個蒙古的秘訣 就是你我要有主的同在 如果能夠討主同在 討主喜悅的 哇你要想盡辦法你要保守 比如合一是主同在的一個要素 那你要保守 相愛是主祝福同在的一個秘訣之一 你要保守 有什麼事是主不喜悅的 主不同在了糟糕 恩典就不會臨到 所以當這個教會 主將得救的人 加給他們的 信而歸主的人很多了之後 耶路撒冷教會聽到了 就派巴拉巴 聖經特別描述這個巴拉巴 他是一個被聖靈充滿 大有信心的人 我們一起說被聖靈充滿 大 聖靈充滿很重要 因為你經驗到哇我所信的主 他是又真又活的主 你會不會加征你的信心 是會的 會加征信心的 但是這個巴拉巴 聖經說他是個好人 他是好人不算對人好 他是一個遵行真理 而且心胸很寬廣的人 他覺得他一個人去教導不夠 他把扫樓找來 然後他們用一年的功夫 足足有一年的功夫 這裡代表著 門徒訓練不能速成的 門徒沒有辦法 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把它塑造養成 是要花時間一年的 門徒訓練最少要花上一年 所以當一個人 接受門徒訓練的時候 很自然他生命會長盡了 你一個人如果肯接受門徒訓練 我說的是門徒訓練 不只是上課 上課有的時候是學到真理 但是生命沒有被塑造 生命沒有被塑造 就常常會出問題 但是這裡說他們 門徒就稱為基督徒 從安提牙起手 現在我們都沾了他們的光 被稱作什麼 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是好的標籤 還是壞的標籤 好的 如果人家問你 你是基督徒嗎 不太敢講 那就不太好 就好像有人說 喔 這個 這位 這牧師是武昌教會的 那代表 這是一個好的民生對不對 如果有人講話的時候 啊 那個武昌教會 那個聲音轉來轉去的那個 大底上都不太好聽 啊 這個牧師 啊 那個那個武昌教會 好像不出合遜 所以當人家叫你是基督徒的時候 那是一個好的標誌 阿妹 要覺得 哇 很光榮 而我們今天彰光是因為 安提牙的教會 他們接受門徒訓練 他們生命有美好的見證 他們不只是學習 他們生命活出來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都叫做基督徒了 人家說無窮教會 哇 這個基督徒 你在社會上你有好名聲的 阿妹 阿妹 所以領袖被聖靈充滿 就大有信心 所以我們要重視門徒訓練 所以我們最近上MTS 還有100人報名 代表風評還不錯 鼓勵你如果還沒有機會 下半年我們再開課 那你一定要好好去參與 好 我們再看史如行算 第13章第一節 這裡講到安提牙教會 有各種不同恩賜的人 我們念那個藍色的字就好 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還有我們剛才提到的巴拉巴 還有有一個叫做西面 黑臉 黑臉刺 那個 理解意思就是negro 就是黑人 黑臉 以前有一個洋桃子叫做什麼 黑臉刺 這個黑臉 西面 然後還有路球 還有馬鏈 還有扫羅 這個教會代表 他們有不同恩賜的人配搭在一起 不同恩賜的配搭很像什麼 很像唱四部合音 我們台語的第一堂 你敬拜的人他們會唱四部合音 四部合音的時候 那個高音的低音的 不能指我聲量很大 我就唱很大聲 一邊唱一邊要聽別人的聲音 然後保持一個和諧 保持一個平衡 恩賜的配搭也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這個恩賜配搭良好的教會 他們進食祷告的時候 聖靈就說話了 聖靈說話就把保羅跟巴拉巴說要 把他們拆出去做主拆他們的功 你看我們教會走在神的心意 好像這個教會明白主的心意 把同工拆出去 把仙教室拆出去 而且是派好的 所以你看我們過去幾個仙教室回來 大家都哇 一看到他回來 他們很高興好不容易回到神的家 我們也很高興對不對 常常有人要請吃飯 國慶最近要走 我就說 好不好牧師請你吃飯 牧師我現在已經多了兩圈了 他說多了兩圈了 而且每一個我們去跟他配搭 或者是他們回來 天后子們其實都得到很大的祝福 因為他們 我們以他們為榮 把最好的就派出去 所以那個是一個善性的循環 我們以為好的派出去就糟糕了 裡面就沒有人 但是新的人會不斷的產生 因為新的人更有機會 也有機會可以出來 然後他們出去也做非常美好的工 所以我們感謝主教會 傳福音之堂 宣教 都是走在上帝的心意裡面 Amen 接著我們要來欣賞 來思想 我自己走到一個快退休的人 我就在思想 好歹我們也值了十個分堂 我們有一些仙教士在外面 教會也有新的禮拜堂 雖然已經十年 然後教會也有相當程度的增長 但是夠了嗎 夠了嗎 是不是我們完全照著主的心意在建造呢 好還要更好 A還要A加對不對 我們期待教會 越來不是照著我們的心意 是完全可以走在上帝的心意裡面 而當我們希望上帝 興起祂的作為的時候 其實最早的 上帝一定會更願意祂的教會 莫過的榮耀大過先前 Amen 但是常常最不容易通得過的是我們的思想 許多時候我們的思想會面對新的挑戰 但是轉不過來 禮拜堂的椅子一定要有那種木頭的嗎 不一定 蒋州一定要有木頭的嗎 不一定 神要做新事的時候 我們常常接受不了 以前我們唱詩歌一定要有一個聖經詩 聖經詩一本詩歌本唱 可是現在詩歌做的太多了對不對 你來得及印都來不及印 所以開始要用投影片 開始用PowerPoint 很多東西都是新的 可是神要有一個新的作為在我們當中 就好像馬太古音九章十七節所講的 我們看這段聖經 我們一起讀這段聖經來 請 天哪兒和上心中中在救命的愛 若是這樣你再救命的愛 救命的愛 天哪兒和上心中在救命的愛 那兩個 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 都是皮做的皮帶 皮帶可以用來裝水 皮帶也可以用來裝酒 舊的皮帶它的皮就老化了 就僵硬了 它就沒有生髒性 沒有彈性 新的皮帶它還有髒性還有彈性 新的皮帶才能夠裝新的酒 因為新的酒它繼續在發酵的過程裡面 它會產生gas 產生氣體 它會發酵 要容許它發酵 那你就不能用舊皮帶 因為你舊皮帶裝的新酒 那個酒發酵它就崩開 酒就露出來 皮帶就壞了 但是新酒可以承載 可以承受新的酒 新的皮帶可以承受新的酒 而當神的新的作為臨到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新的皮帶 要有一個新的心靈跟一個新的思維 然後才能夠去面對承受神給我們新的酒 我最近自己在發現 有一股的力量正在形成 就是一個使徒性的教會 開始在回到聖經神創造的時候 神在教會所設立的五重指示 而當我去看這些事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比較謹慎小心 到底聖經怎麼說 我們不越過 但是也不落後 而當我去看《以弗守書》 《以弗守書》是講教會建造的書 《以弗守書》裡面在講的時候 我們有的時候會跳到後面去講 城前聖徒各盡其職 但是我們忘記整章從第四章開始 是在講經歷救恩的教育之後 新的教會的生活 新的形式為人 所以《以弗守書》第四章 那裡就開始講到四章第二節 我們一起來讀 來 凡事千辛 温柔和難 用愛惜互相温柔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示 和唯一的心 是《以弗守書》第四章開始在講 當我們領受救恩 我們的行事為人很重要的第一項 包括個人也好 包括建造教會也好 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不可厚欠的根基 就是保守聖靈所示 和唯一的心 這是一個生命的根基 我參與台灣的回家運動 參與台灣的核運動 有十幾年時間 有的時候人家就覺得說 和一它到底在和什麼 它的目標在哪裡 它的前瞻在哪裡 看起來一無策略 沒有步驟 沒有方法 只是和和和 大家彼此相愛 我終於弄懂 我終於看得明白 和一沒有目標 沒有方向 沒有策略 沒有步驟 但是整個和一是教會建造的根基 整個和一是教會建造的根基 然後從了第二章第三 第四章二節三節之後 接著才會講教會的恩赐 我很感謝主昨天 昨天在我們成功路的展覽館 有一個愛饒恕和好的聚會 有去的舉手 沒有去 弟兄姊妹我鼓勵你 很多的属灵功課 神會透過生活圣過環境來教導你 不但看聖經 因為看聖經有的時候我們看不懂 我們能夠領悟的有限 但是有一些實質的東西 實質的例子 實質發生在你周遭的事件 會幫助你明白聖經 沒有超越聖經 但是是印證聖經 我當我看到這個海報 我一天一天越來越清楚 他們在表達什麼 左上角有一個紅點點 總統最近做了一件 四百年來 我先說明我沒有特別政黨的色彩 那總統做了一件 四百年來 在這裡的領導者沒有做過的事 就是向原住民和好 跟原住民道歉 以一國之尊在總統府向原住民道歉 然後他為了轉型正義而道歉 左邊左上方那個是寫的 為正義而為正義道歉 原住民的回應很好 我覺得這個很高商的情操跟思維 你一定要學習 我一定要學習 叫做為命定饒恕 再說一次 為命定饒恕 我們都在最近常常講 destiny 命定 神在你我生命中都有一個命定 有一個計畫 那你為了達到神給你的命定 你無論遇到什麼困難的事 被欺負的事 不公平的事 你我要選擇饒恕 這個做內在意志的大家都懂 一講你就懂 內在意志有一個被傷害的人 要選擇什麼 饒恕 因為你不選擇饒恕 你就好像用繩子 一頭綁住你的脖子 一頭綁住他的脖子 他不受影響 你最受影響 一天到晚氣得不得了 你被捆綁 而原住民選擇 總統為正義道歉 而他們選擇為命定饒恕 而在整個海報裡面 就是愛饒恕和好 然後最中間看來沒有基督的十字架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字叫什麼 愛 哇 這個海報的內容 設計一流 愛 愛 然後饒恕和好 有些字很小你看不到 它裡面其實講的是 講的是祝福音樂會 祝福音樂會 一個高尚的情操 一個尊貴的思維 兄姊妹 鼓勵你 多參加這些好的聚會 我們會耳濡目染 我們的生命會被提升 我們的氣質會被提升 然後總統就在那裡道歉 然後他們就十六個族群的人 包括現在最後還沒有被證明的貧卜族 他們就宣讀了一個饒恕文 對總統宣讀了一個草恕文 所以我們就看到整個生命的根基 教會建造的根基 神恩典的根基就在保守聖靈 注意聽喔 這是會讓你一生猛虎的 注意聽 我知道現在大家開始要沉睡了 你聽到 你抓一抓到 你會猛虎 保守聖靈守世的合一 然後有合一之後 從四章二節三節 然後你看到第八節 上帝的教導真理是一步一步的 有了合一以後 耶稣說 他升上高天 努力的仇敵 將各樣的恩赐赏給人 先有了合一 神才會把恩赐給你 把恩赐給我 如果沒有合一 他給你恩赐 完了 大家吵架了 大家鬥了 各立三頭 互相爭執 你搶我搶 但是在合一裡頭 上帝 耶稣說我升上的高天 他說升上的高天 他在十字架上 做成一切救贖的功 把咒诅破除了 讓神跟人和好 讓人跟人和好 有了合一的基礎 上帝說我把恩赐給你 一個教會的蒙福 一個服侍上帝的你要蒙福 是因為他看你 雖然不完全 但是過格了 然後他把恩赐給你 然後接著才說 把恩赐給你以後 四章十一節說 我們一起讀來 他所示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傳呼音的 有牧師和教師 他把這五重执事 再賞釋下來 所以合一是基礎 我感謝上帝 過去的台灣的教會 包括我們的教會 我們打下一個合一的基礎 打下合一的基礎 我就相信 未來我們要開始蒙福了 我們要進入另外一個階段 我們會領受恩赐了 我們會領受這種 功能性的指示會出來了 不敢有人說 我是使徒 我是先知 我相信 圣經寫完之後 已經沒有再寫 圣經的使徒跟先知了 沒有人敢自稱他是使徒 因為自稱他是使徒的人 他會先死 人家會先用拿石頭打他 但是使徒性 先知性的功能 一定會出來 過去教會只強調的是 牧師 教師傳呼音 你說你是傳呼音的 沒有人會罵你 哇 這個人傳呼音 他的教宗何等加美 他從台灣傳到大陸 傳到非洲 哇 他在牧養教會 從台灣一直到上海去了 然後他傳呼音 哇 他一直到中東去了 大家都阿們 你說你是傳呼音的牧師教師 大家都說很好很好 拍拍手 但是你一旦說你是使徒是先知 一定有人丟你是頭 但是求主讓我們謙卑一點 需要有先知性的人 使徒性的人可以出來 那這五種功能的人 我覺得當我們走在合一的基礎裡面 上帝已經逐漸在示給我們 我請問弟兄姊妹一句 大家認識佳音嗎 你知道佳音現在在做什麼 他本來在 他本來在上海牧養教會 然後又去山西又開小組 幫助那裡教人 對不對 很好啊 然後他突然有一天回來說 不是 我有一個感動 我要到某一個省 我要在那裡 我要建立一個禱告的祭壇 面對黃河 我要在那裡禱告 我要到教會裡面征召一些人 跟我去騎腳踏車 去騎腳踏車禱告 這有沒有很先知性 有沒有 去過的舉手 有去過跟他在一起的舉手 有去過跟他在一起的舉手 可是回來的人 有沒有說他是 起笑 有沒有 沒有 有一些人陪他一個月兩個月 一起跟他同工 然後現在還有人還留在那裡 是一個很先知性的 神把教會帶出 要開始帶出五重知識 非常先知性的作為裡面 而我們要懂得 如果忘了傳統過去的思想 你會搞不清楚 因為我跟他看過 我知道他說的是真的 所以我就會跟他阿們 我會跟他阿們 教會回來他就會傳遞意象 他傳遞意象 弟兄姊妹就會奉獻 就會關心 就會給予 然後那個事工就一路一路在開展 所以我等一下要跟弟兄姊妹分享這五重知識 而在合一的基礎裡面 神賞識五重知識 做什麼呢 是二節說 為了成全圣徒一起說 成全圣徒各盡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體 這五重知識是幫助我們來成全圣徒 在教會成全圣徒 可以各盡其职建立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 那用怎麼樣來成全 我們看四章十三節 只等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一一 這裡你就看到了 基礎是相愛合一 建造的方法 或者是建造的方式 是透過上帝的道 透過上帝的道使人對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有一致的認識 所以合一的基礎 真道的建造 然後十五節說 連以元首基督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我感謝主我越來越清楚 五重知識的配搭的任務是成全圣徒 各盡其职建立基督的身體 而目標是讓弟兄姊妹在真道上 可以同歸一一 可以認識耶穌基督 因為你對耶穌基督不夠認識 教會歷史的異端是因為對耶穌基督 這錯誤的認識 你的生命長大成人 你就能夠連以元首基督 意思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順服耶穌基督 有一個新一本對這段聖經的解釋是 只等到我們一起读這段來 直到我們 弟兄姊妹你看到這裡 相愛合一的根基 上帝就把恩赐賞识下來 你沒有合一的基礎 恩赐賞下赐 賞下下來就是增進 就是打架 就是各立三投 然後當合一的基礎有了恩赐下來 各種功能性的職分下來的時候 讓我們就用真道來幫助弟兄姊妹 可以長大成人認識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用真道來造就門徒 所以神的話語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來看五重之士的配搭方式 傳福音的是做什麼 領人歸主 先知呢傳遞 牧師呢 牧師就來關心照顧他們 讓他們生命可以長大 然後有先知性的人 幫助他的福事指明一個意向 指明一個方向 然後教師就來訓練教導門徒訓練 使徒就可以設立秩序 代表神給教會的確明 設立秩序 然後大家進入福事的團隊裡面 教會就成為大能的軍隊 把我們的右手拿出來或者左手都可以 這個大拇指可以跟二三四五 跟每一個都可以碰 通常這個是代表的是一個使徒 第二個指明方向對不對 你要去哪裡 往哪裡走 武昌教會往哪裡走 你說在那在那在那 那個是指明方向 這個最長的做什麼 傳福音的 它可以達到最遠 達到非洲 達到中東 這個呢 牧師給人家訂婚 結婚代結束都待在哪裡 這個就是牧師 這個呢 牧師幫助你摳耳朵 把真理放到你的耳朵裡面 所以使徒 先知 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 而使徒第一個很重要 因為他會把 他跟每一個都有好的連結 有好的連結 然後跟他們可以成為一個軍隊 成為一個團隊 可以有很好的運作 先知常常做一些怪怪的事 飄在空中 然後 常常會讓一切人搞不清楚方向 比如說像佳音這樣子 他說要在那裡開個什麼神奇驿站 誰聽得懂 聽不懂 牧師會聽不懂 教師會聽不懂 但是教會如果有使徒 他就聽得懂 他就知道他在幹什麼 他當然不會像他那麼早知道 但是 他會去查驗 他會去看 他會看整個大的局勢 他會看這個人過去的服事的背景 看到未來的 未來的他的神給他的呼召 你跟外面印證之後發現說 他做的是對的 你印證他 然後幫助教會 就有一個宣教的方向 所以我自己感覺 因為我們過去的基礎 無論門徒訓練 無論我們的合一相愛的根基 上帝執見的把五重直視的功能性 賞識在這個教會裡面 使徒會出來 先知性的功能會出來 不只是停在牧師教師和傳福音的 因為這本書新約是福音之後是什麼形狀 使徒形狀也是聖靈形狀 不再只是牧師行狀 Amen 我們要共同撿使徒行狀 第一 一起來說 保守聖靈所示的合一 保守聖靈所示的合一 在合一的基礎裡面 好好在真道上來追求來造就 Amen 讓我們能夠認識基督耶穌 第三個 我們學習做順福的 我們聯誼援守基督 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個自己有兩個解釋 可以講建造教會 也可以講建造我們自己 所以第一個保守聖靈的合一 第三個 第二個在真道上認識基督耶穌 第三順福聯誼援守基督 第四個在愛中來建造 所以我們看到兩個教會 我們再來學習 一個合神心意的教會 耶路撒冷的教會 第一 它是遵守真理的 第二個 它是彼此一起說來 彼此關懷 第三個 它是敬拜讚美的 第四個 它是一個祷告的教會 遵守真理的教會 彼此關懷的教會 敬拜讚美的教會 祷告的教會 最後再看看安提阿的教會 這裡的信徒被稱作基督徒 是好民生的 好見證 第二個 我們要成為一個聖靈充滿的教會 第三個 我們有恩士的佩達和士 第四個 它就是一個宣教的教會 我們一同起立來唱詩歌 第五個 一块一块剪刀成为主的空 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 生命莫要天然不幸光 我们是精神的业绩时 生命莫要天然赔赎祢之旅 基督是盼世 我们是教会 在这里发光宣扬主 来到独立面前 我们如或许 一块一块剪刀成为主的空 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 生命莫要天然不幸光 我们是精神的基石 圣经的国度 圣旧结线 背出一支离 基督是盼世 我们是教会 在这里发光宣扬主 我们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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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兴起 道书第三篇 我们拿来一起来祷告 道书第三篇 我们拿来一起来祷告 首先我们要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 阿们 这是所有一切个人生命 同工团队 或者整个教会建造的根基 需要在合一里面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耶稣我们控制了你来祷告 求主保守我们教会 在基督的里面 在圣灵所示的里面 得合而为一 主要来赞免你 赞免你 来感谢你 让教会 向教会 一个合一的教会 赞免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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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方面我们要来祷告 第二方面是要让我们 在真道上认识神的儿子 就是认识基督耶稣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为自己祷告 为教会祷告 主啊 我要在真道上 在圣经里面更深的来认识 更深的来认识 赞免耶稣 第三个我们要来祷告 我们要联谊严守基督 代表着是我们学习 尊耶稣基督为主为王 我们尊荣祂 我们顺服于祂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彼此相爱中 来建造教会 也建造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同生开口 用第三点 第四点来祷告 耶稣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 不但祝你是我们的救援 也是我们生命的夺带 祝你帮助我们的爱中建造 建造自己 建造教会 建造自己 祝我们向你感恩 向你祷告 向你祷告 赞免耶稣 赞免耶稣 哈利路雅 哈利路雅 耶稣我们把武昌教会 交在你的手中 这是你的教会 主有你在教会中有主权 主你就按照你的心意 圣灵教导我们如何按照你的心意 你的计划 你的蓝图 来建造你的教会 荣耀归给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长把荣耀归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